仰望U9现身全球最贵堵车 是什么样的魅力让全球车迷在仰望展台驻足观看呢 7月11日到14日 英国的古德伍德速度节如期举行 吸引了全世界众多的车企参加 包括很多知名的超跑车企 如此多的车辆餐会也造成了大堵车 网友戏称之为全球最贵堵车 帕加尼 布加迪 科尼赛格 麦凯伦 兰博基尼 法拉利等名贵车型齐聚一堂 让很多观众大饱眼福 那么与以往不同的是 中国超跑仰望U9也现身全球最贵堵车 车队中那一抹浅蓝色的车身格外耀眼 能和全球顶尖超跑一起同台经济 还是需要一点实力的 从现场的热度来看 仰望汽车的品牌知名度在海外还是可以的 仰望U9才第一次亮相古德伍德速度节 其热度丝毫不弱于传统老牌超跑车企 这主要还是因为U9的这个性能确实是厉害 确实不比传统超跑差 仰望U9搭载一四方四电机技术 电机总峰值扭矩能达到960千瓦 最大扭矩可以达到1680牛米 百公里加速只有2.36秒 急速更是可以达到309.19公里每小时 而且还用了CTB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 你就说光看数据能不能上台面吧 而且价格没有像传统超跑那么遥不可及 这也许啊就是老外比较喜欢这辆车的原因啊 我们中国超跑的未来可能是大有可为的 当然我们自己也不要去质疑咱们中国本土超跑了 应当给予这个支持和鼓励 毕竟啊在赛车文化的发源地英国 仰望U9也得到了众多车迷的热爱 说明中国超跑走向全世界还是可以的 仰望U9它属于新能源电车 一个全新的赛道 我们后继勃发努力追赶 可以让全世界都知道啊 中国超跑也是丝毫不弱的